汉字书法 晚秀韵笔,泼墨辉豪 汉字书法就在这一笔一画中 展现出中华文字的独特魅力 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与金文 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汉字资料 从夏商周到西汉的漫长的历史传承中 形成了转、利、草、行、楷五种书体 中国人常说 见字如物,字如其人 今天的我们仍可以通过书法与古人对话 这是郑板桥的行书 字里行间是不拘一格的灵魂 这是颜真卿的楷书 一笔一画写的是刚直中义 这是张旭怀素的草书 龙飞凤舞气势非凡 彰显了那个时代的文人 旷达不羁的性情 近代书法家王羲之的蓝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全文没有一个字写法相同 仅一个枝字就有十余种写法 绝美蓝亭叹为官职 默然回首 翩翩笔墨背后 屹立的是千年传承的文化宝库 一笔一纳 汉字书法写就大写的中国人